巴黎是座美丽和迷人的城市 西带岛就像一块镶嵌在巴黎中心的宝石 静静地躺在塞纳河的波涛之中 如果您来到西带岛就能发现 宽藤的河水总是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不会想到在230多年前 塞纳河曾经流淌着恐怖的河水 西带岛地处巴黎的中心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 这里曾是法国的王宫 在1358年 王室搬到了河对岸的卢浮宫 岛上旧的宫殿先作为行政大楼和法院 后来旧宫殿的一部分竟然改成了监狱 18世纪末由于支持美国独立战争 耗费了大量财力 加上农业欠收 经济恶化等原因 终于在1789年 巴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历史上 这是一段十分特别的时期 希望与恐怖共存 激情与血腥同在 这座古监狱 成了关押大量囚犯的地方 它还是有名的革命法庭所在地 这里的审判不允许有律师辩护 审判结果只有两个 无罪或断头台死刑 在大革命期间 有多达2600人 从这里出发 沿着塞纳河走上了断头台 塞纳河水 成为这些死囚的最后景观 这些死囚中 不仅有平民还有贵族 甚至还有国王路易十六 和王后玛丽 大革命结束了法国的君主制 法国第一共和国成立 象征着自由 平等 博爱的三色旗 在法国各地飘扬 法国大革命不仅改变了法国 还极大的影响着欧洲 甚至全世界 今天西代岛古监狱 已经是著名的历史景点 西代岛上行人游客 熙熙攘攘 塞纳河中避水波涛 滚滚向前 音乐 音乐 低音乐 法国避水分 ỹ煦 曲aya 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